百年时尚新,千年翡翠琴,买A货翡翠,加微信1177-6270,计赏期内免费退换,让您花最少的钱,带最好的翡翠。 1966年,国家一折令下,六万士兵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,就连他们的家人也只能通过一个固定的邮箱地址与他们联系。 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,也没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。 直到18年后的1984年,这些士兵们才陆陆续续回到自己的家乡。 2002年,我国国防科工委下达解密令,人们才恍然知晓,原来他们当年是去了重庆福林白韬城。 上世纪六十年代,随着和前苏联关系的决令,我国决定在西南地区修建一个和工城, 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,这项任务被列为绝密级军事机密。 1967年2月,一支神秘的特种兵部队秘密进驻福林深山,开始了地下和工厂挖掘工作。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816地下和工程。 作为世界第一人工动体,这项工程总投资7.4亿元,在那个科技和技术都不算发达的年代, 816地下和工程总建筑面积达到10.4万平方米,内有18个大型洞室, 所有动体的轴向线长叠加达20余公里。 很难想象,参与修建的工作人员们是付出了怎样的努力,才在深山中创下如此的建筑奇迹。 如今,816地下和工程已经作为一个特色景点向游客开放, 但我们必须铭记,是6万士兵背井离乡的奋斗才有了现在的816, 中国因为有他们而幸运。 都说明朝皇帝多奇葩,万里皇帝更是懒得出奇, 当了48年皇帝,30年都不上朝。 结果,专家打开灵幕后,才知道他有个大大的苦衷。 请看 foods看公里继续的代表您的角色。 对此,您将来看公里继续的角色。 您一直都在看公里推特了。